第四季节目 这是福建神体中心 王庄安咪大排档 大排档就是不一样 可以营业到凌晨2点 这是入口 还有做活动 这就是大厅 还有送餐机器人 安咪大排档最早发现的 应该是在王庄的 安咪大排档最少20年前的事情 现在已经很大了 福州开了好几家安咪大排档的分店 刚才我们有打电话过来咨询 这边能不能订个包厢 来这边吃饭 然后是5点半的时候打电话过来 已经不接受预定了 包厢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就要不然早一点吧 就5点半打完电话不让接受了 赶紧出发 就来到了 身体安咪 然后 包厢不让预定呢 我们就 想订个大厅 关了前台大厅也不让订 那就随便 先找个位置做吧 大厅做大厅 哈喽大家好 我是灰灰 我现在在福州的神体中心 王庄阿咪大排档 来这里吃饭 虽然说这里名称叫大排档 其实它已经接近新极酒楼那种餐厅的风格了 完全不是大排档 我们看一下它的点菜区 首先要说的 不是我自己来这里吃饭 是老板请吃饭 老板当然不是请我了 我只是配角 我们看一下阿咪号 阿咪海鲜号 面包蟹 哇 这面包蟹太大 太厉害了 这不要被我媳妇看到 我媳妇看到 非吃这个不可 板蟹 这不是 那个吗 这叫什么 松叶蟹吗 这个倒是不贵 168美金 面包蟹是128美金 然后这边是小龙虾 两斤的价钱99 阿咪大排档的小龙虾 这个水啊 清得非常干净 这家可能都是洗过的 那能看的 不会觉得这个小龙虾不适合吃 它的水体没有 水体很干净啊 适合展示 这边是 河芒 黑色的河芒 这个拿去炖酒 非常好 半酒炖 这边就是贝类 虎螺 海螺 花螺 汤 沙尖 薄皮鱼 黎蒙 巴浪鱼 这是巴浪鱼 饲养的 巴浪鱼是 唯一我知道的 就是饲养的 比野生的贵的一个鱼种 哇 海云 这个海云很漂亮 橙色的 这不是海葵吗 阿密大排档的海鲜 真是那能应接不暇 跟我去上次去宁德 看到的宁德那边的海鲜 扭着一拼 这个银好大 海银 做法也好多 他做法都飙出来了 盐菊 沙姜 辣草 原味 清汤 白鱼 还有那个刀 拿去刀也可以 这个萝尔萝就不便宜了 花鱼 花鱼39 天鹅棒 万潮 这就是万潮了 上次去林德 我朋友说这个拿去炖酒很好 他老婆是海边冷 会懂得吃 但这里没有这种做法 这里只有清炖跟白酌 小金螺78 土螺59 花螺 海鲜88 哇这个海鲜有点大 这个海鲜大 两个海鲜 有巴扎那么大 海瓜子 海瓜子其实没什么肉 来做汤可以 这是哪里的 北太平洋冷水海域 哦 你老的地方都有写 足称 足称138 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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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斑 138 小石斑 多宝鱼69 特效鱼98 鱼骨鱼 等一下就不知道老板点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波龙 波士顿龙虾 哇 这个都配好菜了 可以这样直接点了 哇 哇 清气飘飘 这些白菜摆出来的菜 看上去都是非常新鲜 不是说在摆出来摆很久的样子 这个可以看的 你看看 这个炸鱼 跳跳鱼跟那个水电鱼 这水电鱼身上 雪丝还在啊 无童感 还有看这个跳跳鱼的塞 看到没有 非常红的塞 新鲜度这个阿米大白蛋 我们借老板的光过来吃饭 看了一下 绝对被这个折服了 这新鲜度够可以吧 这个肉切出来的血丝都在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啊 而且过来这边请客吃饭什么东西 面子不会丢啊 龙顿 我觉得很好 而且价位比较适中 不会贵 这鱼 半条鱼在这边 血水还在流 新鲜度 这是福建客厂 大黄鱼 这蒸一条 蒸一条才150 盘子这么大 是有面子的 然后他这边就是菜价的展示墙 很清楚 然后大家也是都在这边点菜 超高性价比 很实惠的 他还单独标出来 可以点这个区域的 他这个还有卖套餐的那个菜 就是说你在那个美团 上下单 他有五位或者八位 他每一个套餐都有一个套餐键 我们就可以看里面的那个菜 其实也很实惠的 不会跪到哪里去 这点菜的区域就很大了 然后还有这边上菜的那个 台面 西西TV装房品牌 福州宵夜打卡地 哇这个季节小谷有点贵 一块零八 现在这种大的那个 饭店点菜的区域 我估计都比吃饭的区域要大了 我刚才看到身好够多少 十六 十六块 螺丝虾 88元 写的是和虾 其实就是淡水螺丝虾 88元广东便宜啊 这里贵 不见有贵 好了点菜区看完了 老板菜也点完了 我们上桌等上菜吧 不知道老板点了什么 我们就三个人吃 难得难得 像我这样比较难得 来这种大饭店吃饭 大饭店吃饭店 主要是一家人吃饭店 好多了 小餐店吃饭店 没有了 开心 看完 毛病人吃饭店 都比较难得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